夜下37.2度算发烧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房丽颖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夜下37.2度也算是一个发热 一般我们是夜下36度到37度是正常体温 如果37度2的话就算是一个低热了 但是这个低热呢 有很多的因素影响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你在测体温的时候 是否是正规的一个方式去测 一般我们是要在 你在水云柱要甩到35度以下 并且你夹在夜窝的时候 夜窝是干燥的 并没有一些出汗或者其他因素干扰 那么我们测的时间呢 是在7到10分钟 如果这些因素你都能保证了之后呢 我测的体温是一个37度2的一个体温 那么说明你有低热 就是在发烧 那么要根据很多因素 我们说一个人的正常生理性改变 他有可能比如说我这会儿运动了 活动了 我的体内的这种能量热量在燃烧之后呢 我的热卡增多 那么这个我们可能也会有37度2的一个波动 这属于生理反应 如果说我确确实实呢 也没有这种因素存在 那我们可能是存在有这种病理性改变 就是生病了 那么我们要看 到底你这个发烧 持续多长时间 我这个体温是一直是37度2 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时间长了 就需要到医院就诊了 有可能你就生病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女性的这个月经啊 她这个月经来 根据月经周期的不同 她的体内的体温也是有细微的波动 也有可能会在你的这个经期的时候下降 然后呢 今后呢会有一点增高 会有一个37度一点点的温度 这个呢还是需要大家呢 在日常生活中呢 要严密的去观察自己的一个身体体温的一个变化情况来判断 去观察自己的电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